大家好 我是秀芬林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部影片我們要來賭博 那我們要來賭什麼呢 就是來賭這個寶冠 那賭寶冠可以賭到什麼呢 各位觀眾 有的觀眾可能不知道 可能很好奇啊 那前幾天我在逛8591的時候呢 看到了非常厲害的東西 開給你們看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藍色頭盔呢 你可以賭到像這種 八木曼蜘蛛寶這樣的藍色頭盔 這個都是目前8591已經交易完成的 還有三個洞 然後還有這個7%的吸血 那他最高呢是8% 然後像這頂是7%的 他賣950塊 就賣掉了 那8%的呢 8%的這邊好像有賣掉一頂 這個也是7% 這頂就賣了3000塊 所以他這個價格 而且也是在前幾天而已 26號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頂 賣了2萬塊啊 加30%高跑的 然後他的防禦是頂防60 一樣三個洞 居然賣了2萬塊 然後呢 所以我們主要就是要賭這個 加高跑的 還有這個八木曼的 那這個八木曼就是給傭兵帶的 因為呢 我們知道他傭兵 我們傭兵的頭盔呢 主要是 像我們會帶安達利爾的面貌 是因為 他有這個加攻速 還有這個吸血 吸血跟攻速對傭兵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那他這個三洞的頭盔呢 主要就是 三個洞 然後他們會去鑲嵌那個15%攻速 還有40%增強傷害的寶石 所以說你三個洞都鑲上去 等於你的傭兵增加了45%的攻速 還有120的攻擊強化 然後呢 還有附帶8%的吸血 所以如果傭兵帶了那個頭盔上去呢 會變得非常的暴力 好那我們首先來到了第五張的安亞 我今天準備了1000多萬的金幣啊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 我們目前畫面上這個是 我們號稱暗黑鍋台銘啊 那個法師打錢的影片喔 大家可以去我的上一部影片看一下喔 非常的好用喔 好的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來開賭囉 大家可以找到這個 寶冠 這個就是寶冠 好我們直接開賭寶冠 好沒用 就賣掉 他這個寶冠也說買一買的時候 他會變成頭石喔 大家注意喔 不要再買 不要重新再刷新喔 好這邊好多寶冠 我發現他堵到這種的三重冠的時候 他就會跳掉 他就會變成頭石喔 有沒有 他就變成頭石喔 加三召喚8% 沒有 他變成他比較麻煩的就是 你只要賭到那種 三重冠之類的他就會跳掉 雙吸全抗 這個也沒用 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 剛剛那個 三棟 哎呦 這頂30%高跑的 這頂有沒有用啊 這個拿去打洞應該最多也出兩棟而已吧 然後呢 就要一直來刷新這個 其實也是 蠻麻煩的 那一天我又賭到一個 三棟的 但是他是加盡力的 很可惜啊 全冠 全冠也是有可能出三棟的喔 寶將的喔 他這個就是 哇 沒錢啦 加二刺客技能 20%高跑 全部給他領出來 他在賭博的時候 記得一樣帶上我們這個邊緣弓 還有這個基德財運 可以降低購買價格 30% 來寶罐 他這個會有加三技能 應該也沒什麼用 他賭到三重罐的話 他就會跳掉 他不讓你一直賭三重罐 他算是在增加這個 賭寶罐的這個難度就對了 因為他都是 賭到有沒有 賭到這個就跳掉了 這邊就變成頭式 就不是寶罐 哎呀 八木曼 可不可以八%吸血 結果沒動啊 哭啊 這一點不錯 加二 亞馬 20%高 雙吸 全抗耶 點牛爪 賭錯啊 因為如果像我剛剛那個 藍色的頭盔拿去打洞的話 他也不會變成三個洞 所以就沒什麼價值 所以一定要一賭到的時候 他就是已經三個洞了 我記得藍色裝備拿去打洞任務打洞的話 最多應該是一到兩洞而已 變成說你一賭到他就要是珠寶匠 就跟那個珠寶匠的統盾是一樣 你鑑定的時候就已經要 要四個洞 欸 滑 控菇 他有的黃色的也還不錯 要看一下 這一頂 20%高斯加二亞馬 雙吸 全抗耶 感覺很有料啊 這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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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頂如果是加二法師技能的話 又加20%高斯 哇很棒耶 真的很棒 這頂怎麼覺得很有料 流起來啊 我那天是讀到這個啊 啟發之珠寶匠 三重掛掌 哇靠 這三個洞啊 結果加輕力啊 哭啊 啊 亞馬高斯好像沒什麼用 亞馬好像要高跑 瞬間剩下 四百多萬啊 這個超快的 因為那個寶冠超級貴的 反正我們有 這隻暗黑鍋台名在啊 沒有錢我們再去打一下就好了 如果真的 不小心被我賭到 剛剛那頂兩萬塊的 我就發了 對沒錯 他賭到三重罐的話 那個 左邊的寶冠就會跳掉 變成頭飾 哎呦 亞馬就是要加高跑的 哎呀 八木曼啊 奇葩沒有動啊 哇 那看來這個珠寶匠 還是不好賭的 珠寶匠你在哪 來吧 來吧 錢噴超快的 欸這1000萬 瞬間 沒有欸 最後120萬啊 哇 瞬間請加盪產 加20 哇 錢不夠啊 賣賣了 應該還可以 錢不夠啊 好的 各位觀眾 事實證明了 非常的不好賭 我們這個號稱暗黑鍋台名 瞬間變成 暗黑鍋台啊 哭啊